同学好,我们这个投影片要探讨的主题是合力为零 看完了这个投影片,你需要具备的条件是你要知道 当物体不再移动,则称为合力为零 动动脑,想一想 拔合比赛时,两边的队伍旗鼓相当 绳子僵持不动 不动的绳子有受到力的作用吗? 绳子两边的力有什么关系呢? 物体受到多个力产生移动时,分别会产生哪些状况 先看一下左边的图 有一台玩具车受到了两个力同方向的推 那么力的方向如果相同的话,移动的效果就会增强啊 那看一下右边的玩具车 它受到两个方向不同的力去推它 方向不同的力就会互相抵抗 所以力的方向不同,移动的效果就会减弱 我们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合力 像刚刚玩具车不是受到两个以上的力作用吗? 那所以什么是合力呢? 当物体受多个力作用的时候 可用一个综合效果的力来表示 这个力我们就把它称为合力 也就是综合了所有的力之后 最后的那个结果就叫做合力 看一下底下的图 木箱子受到两个往相同方向推的力量 一个是F1,一个是F2 因为方向相同力量增强了 所以合力就是把5跟10相加 5加10等于15 合力15向右 所以当两力方向相同 夹角是零度的时候 力量会增强 合力F5就会等于F1加F2 那如果方向不同呢? 好 有一个木箱受到了朝左跟朝右两个不同的力量 因为方向不同力量就会减弱就会抵消 所以这个时候合力就是10-8等于2 因为10的力量比较大 所以合力的方向就会朝右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两力方向相反的时候 夹角180度的时候 力量会被减弱 所以合力F5就会等于F1-F2 那是用力量大的减力量小的 那看完了合力以后 什么叫力的平衡呢? 我们来算一下底下这一体的合力 有一个木箱受到朝左跟朝右两个不同方向的力量拉扯 但这个力量都是10克重 那么合力大小为何呢? 因为方向不同力量减弱 所以要把两个力量互相减掉 10-10等于0 合力等于0 合力等于0代表什么意思啊? 合力等于0代表力量最后呢 全部都被抵掉了 所以它就等于没有力中在这个木头上 也就代表它不移动 那合力等于0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有没有哪些先决条件呢? 若物体受多个外力作用 仍然维持静止状态 此时物体所受的合力为0 我们就称它达静力平衡 看看这个木箱子所受力的情形吧 有朝左的一个拉力跟右的一个拉力 都是10克重跟10克重 所以力量会被抵消 抵消之后就叫合力等于0 难道只有那么简单吗? 你有没有发现有哪些特殊现象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物体不再移动 则物体所受的合力为0 当物体受两力作用达到平衡时 持两力有三个先决条件 第一个叫大小相等 才可以互相比调嘛 第二个叫方向相反 方向不同 减弱才能抵掉嘛 重点来咯 第三个 它们必须要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 所以除了左边拉10 右边拉10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以外 这两个力量必须要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 才符合我们讲的静力平衡哦 这是为什么呢? 看一下左边的图 受到左边的拉力5 以及右边的拉力5 方向相反 大小相等 并且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 力量被抵掉了 所以它达平衡 完全不移动 那看一下右边的图 它受到左边的拉力5 右边的拉力5 可是它并没有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 所以 最后这个木箱子 是会旋转的哦 因为它会旋转 所以它没有达到静力平衡 什么是静力平衡呢? 就是指物体呈静止状态 不移动也不转动 所以必须要合力为0 也要不转动 所以必须要合力举为0 也就是 移动看合力 转动看合力举 那都等于0的话 那么就是不移动也不转动 达到静力状态 我们来分析一下底下的这四种情形吧 先看左上角 合力等于0 合力举等于0 代表 不移动 不转动 看一下红色的状态 合力不等于0 合力举等于0 代表 会移动 不转动 看一下紫色框框的状态 合力不等于0 合力举不等于0 代表 会移动 会转动 再来看绿色框框的状态 合力等于0 合力举不等于0 代表 不移动 会转动 这样讲解你清楚了吗 脑力激荡 想一想 物体的受力情况如下 请问哪一个物体的合力为0 是A 还是B 还是C 还是猪呢 答案选A 你答对了吗 因为它符合三个条件 大小相等 10跟10 方向相反 左跟右 并且它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 那B呢 左边是10 右边是15 所以它的合力等于15 减10 是5 并且朝右的方向大 所以合力方向朝右 那C只有一个力量 所以它的合力就是10 朝左 猪也只有一个力量 所以它的合力就是10 朝右 你答对了吗 下课了